Display 确定 然後再移到下面 記得這個動作很重要 再插入頁面 這邊的話呢 再一個new 這個應該是new 再一個edit note 這個不要頁尾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地方 再插入一個 叫edit 然後不要頁尾 OK按確定 那新增這5頁之後的話 那再分別 參考因為書上裡面也有了 所以你們可以再看一下 那第1頁他要我們做出來就是 上面要加一個叉叉 這個叉叉裡面 icon是delete 按下他之後的話要做什麼效果呢 就是有一個離開的效果 所以將來呢 你把它秀出來的頁面 看一下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要能夠 做離開的動作 也就是說呢 將來這個地方執行之後 執行這個畫面 第一個頁面上面會有個叉叉 那這個叉叉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他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 問你是不是要離開 所以之前有同學問說 如何讓這個 網站 不是 用這個app 具有那個 這個這個 關閉的這個效果 其實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 應該是 這個 那你就可以參考 這邊的範例 做出來這邊有個結束 有沒有 這個結束裡面 就關閉的時候 他會問你說 是否要關閉 這邊有個叉叉 結束 他問你說 是不是要結束 那在手機上也會跳出來 那你按確定的時候呢 他會怎麼樣 真的就把它關掉了 但是因為在這個網頁上面 他沒有辦法關閉 在手機上按確定有沒有 整個就close掉了 這個效果怎麼做出來 等一下來講 第一個這個相關的頁面 有這一些 再來的話 分別把這上面的相關的動作 參考一下 這個有個icon 那icon名稱叫Delete 然後在中間的話 加上一個什麼呢 加上一個地圖 這個地圖怎麼做的 其實 前面都有交過了 這個是一個什麼 DIV 所以我們要插入一個版面 叫DIV DIV名稱的ID 叫MapDIV 然後再加三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呢 就是Netbar Netbar裡面的包含就是說 有顯示地圖 顯示美食景點 打卡 這個Netbar前面也有講過了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自行在把這邊 分別加一個Netbar 因為這Netbar的話會共用 所以你做出一個之後的話 再把它複製 貼到這個下面 貼到 貼到這個下面兩個而已 然後 然後這個 這個第二個畫面 Home裡面的話 加上一個 返回 返回 我想很簡單 就是 這個前面有講過 back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有show 怎麼樣把它show出來 分別把它create 這個是打卡 打卡的話 可以跳到新增的畫面上面 點擊其中一個的話 可以跳到這個畫面 Display的頁面 裡面把相關的資料帶出來 然後有導航 有網頁搜尋等等 相關的頁面 另外新增的畫面是這個 裡面的話 這個前面我們也講過類似的 怎麼樣新增一個文字方塊 怎麼樣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這個按鈕 這個前面有講過 各位可以回頭再看一下 另外的話 這邊是帶資料修改 帶過來修改 OK大概是這幾個 請各位試試看 相關的畫面 這個也在雲端上面也有 所以如果各位要參考的話 可以到應該是在 講義裡面 應該在雲端的講義 講義裡面的第八章 這個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或者書裡面也有了 這邊有相關的畫面 第一個 第二個 這邊有沒有 剛剛的講的這五個 然後名稱分別 把它加上去 加上去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謝謝